在看到的最近的一次Sky Ballet 2324秋冬系列的高定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大家对这场秀的反馈都很积极 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艳 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场关于这场秀的每一款款式的非常精心的讲解 那其实我们就话不多说从第一款开始 第一款的话 我看到这件衣服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很像一个修女 因为从她帽子的那个形状 包括她黑白两色的这种拼接 感觉都是整个阔情非常像 但是她下半身的话 她整个这个蜿蜒飘起的这个波浪型的裙子 又不像是修女的那个造型 又像是一个很正常的传统的一个礼服的裙子 而且她整个的从领子开始 然后这样到腰部 然后她是整个有一个流线型的波浪的不对称的造型 包括她衣服厚白 她也是有一个高低的那种不对称的效果 她是故意做出这种错落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整体感觉会很流畅 包括她领子的曲线 然后还有她下摆的这个曲线 感觉都是非常流畅 所以我觉得像Sky Barley她现在的这个设计师 因为她是一个美国人 Daniel Rosemary 所以我觉得她挺神奇的一点 就是她能够和意大利的这种非常戏剧化的这种审美 能够结合在一起 因为在我们的概念当中 美国设计师审美好像并不是这种感觉的 但是她自己也说她非常的爱这个品牌 那可想而知 就是她对这个品牌是有很强烈的热忱的 这也是为什么最早的时候 我看到她为这个品牌做设计的时候 她一下能够击中你 首先她的整个款式的设计方式跟方法 其实非常的古典 她并不是现在我们常见的那种 很极简的那种风格 或者是很符合我们当下的 这种生活方式的一种 崭新的那种设计 或者是潮牌那种东西 她全都不是 她整个人的风格 当然是很受品牌 她过去的这种风格的影响 和很多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去合作 然后你会发现 他们的服装非常的具有那种超现实的那种力量 在过去的话 是从高级定制的服装 和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去合作的 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 你又来自于现在 但是你又感觉 它是活在未来的一种状态 包括在这个系列当中 设计师他自己也就是说 他希望可以从工艺上面 甚至于是工匠的上面 或者他们设计的想象力上面 可以更加的强大 会稍微的削弱一些原来那些品牌的标识性的 像是皮尺的那种图案啊 或者是一些无号化的东西 而这一次的话 它其实是从更深层的角度去挖这个品牌 它的一些设计的所谓的标识 这种设计标识是 在最早的时候 Elsa她在做总监的时候 她一贯以来就是和艺术家去合作 所以她的服装 她的生命力 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标识 就在于她的品牌 其实是和很多很优秀的 这种艺术家去合作的 所以也可以说 她的品牌是和艺术结合的 可能最紧密的一个品牌了 对 所以在这一个系列当中 其实我们会看到 品牌和很多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去合作 我们会看到一个 非常的综合的表现 但是又会统一在 整个品牌的风格之下 那我们就从下面一个款式开始 第二套 对第二套 这是一个羊毛的大衣 又用很大的下摆 是用的欧根纱 对撑起来 它有点就是很复古的那种 它的后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裙摆上面那种波浪者 这个有点像巴斯尔样式的 这种群称 因为那种群称 它是从后片看 就从你的侧片看 它是一个S型 然后后边的臀部的位置高高翘起 然后一层一层 像是那种公主裙一样 有一半的这种阔形 是把你的整个臀部全都撑起 所以你看它的很多服装 它的局部 包括它的紧身胸衣也好 它的裙称也好 它其实很多是来自于很古典的一种造型 但是它的装饰方式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白色的羊毛大衣上面的那个 那种小珠子钉的 对钉珠的 而且是钉成了那种人体的效果 它是一个渐变的那种 像是素描的那种手感 那种绘画那种层次感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看它用传统的材质 装饰出了一种很现代感的一种图案的那种装饰 而且你放大看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那个钉珠真的挺不简单的 不同的颜色深深浅浅 然后你要把它像是绘画一样 在这个服装上面出现它的整个形象 而且我也有注意到 钉珠上面的图案 那个人脸 它出现在了大大的翻领上 其实从比例上来说 对 它其实也是头和身体的一个异味 所以它会有一种超现实的那种感觉 包括它那个手 其实它是在前大身上的 但是你感觉它是从袖子里伸出来的 对 它有这种错觉 对 就我们会从它的东西当中 看到很多是错觉的东西 所以你要看它的衣服的时候 真的是不能错眼珠 就你只盯着使劲看 对 那我们再往下走 这也是一个白色的羊毛 而且它是两种材质的 对 然后一件大衣 然后它这件大衣的话 它的袖子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大的一个松量 宽宽的 然后在整个手臂的位置 包括它的非常明显的那个领子 也是像第一件一样 就是有一种很漂浮在空中一样的流线型的造型 而且它是很不规则的 它是完全不对称的这种领形 然后通过那种很硬挺的面料 让它支撑在空中 因为我们在上一期的这个品牌的袖当中 它当时有一个理念 就是它希望它所有的服装都能够营造出一种 好像是已经失去地球的重力控制的这么一种感觉 这样的话你会往上走 然后脱离重力这种感觉 所以这样的视觉上面 你会感觉像是一个天降的女神 它好像来自于未来 因为它不像是地球上被重力控制的这种产物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系列当中 其实它很多地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包括它有一些局部的一些小配饰 像刚才第一件衣服的拎着的小苹果 还有这件的鸽子 这些小小的配件的这种图案 全部都是品牌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图案的形式 包括这个金色小鸽子 它是很未来的这种感觉 但是它的配饰又是用这种原木的 木头的这种黑色的漆图上去 然后包括它鸽子的那个 也是一个看上去就是很有手工感 又质朴的感觉 所以它其实又有一种原始的感觉在里面 所以它是一种怎么说来自未来的质朴的那种 质朴的感觉 这一款就是其实吸引我的地方是 我真的是放大了细节之后 然后我看到它胸前那个作为装饰的叶子 那个叶片 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右边的位置 其实它又演变成了手指的形状 就是像是一个有生命的那种植物 然后对很有意思 包括你看那小的细节 就是它那个 真的是指甲 指甲对手指的样子 而且它在指甲上面又挂了一个装饰 对一个装饰 对对对 这些东西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它整个这个叶片的那种造型 其实是有一个艺术家 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造型艺术家 他叫Claude Lalaine 这个艺术家最早以前就和 El Saskia Ballet里在合作 因为他会用铁翼和铜去做一些 模仿这种大自然中的植物 超大的叶片的这种造型 所以也是和这个艺术家的风格去相呼应 然后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系列当中 有一些像是植物的东西 然后包括他们打造出来的 就是在这个系列当中 一起参与团队当中的工匠的脸 工匠的面庞 一会儿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 非常神奇 非常的巧妙 就是把整个团队的 它的这个工匠 然后用这样的形式出现在这个系列当中 非常的有意思 对包括我们看到这件衣服 它是一个中长款长袖的一个外套 然后你看它腰部的那个扣紧的材质 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特色 一个耳朵 因为我们之前对有讲过 他们这个品牌 它会经常使用一些 比如说鼻子的局部 面部的一个面孔当中 那个局部或者是耳朵 然后把它重新打造成耳环 让它具备一种非常超现实的感觉 就是你用你的自己的五官 放大或者缩小之后 再重新再去来装饰你的五官 就是你用身体去装饰身体 很那种非凡的感觉 我之前在看这个设计师 他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说 他希望他这个系列 呈现出来的感觉就是非凡的 他是希望整个的这个服装 是为超现实主义者的女性 所准备的他们的衣处 他说我希望穿着者 可以体验到一种越轨和自发的感觉 这个形容其实是很微妙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 我内心里面其实是萌生 一种挑衅的一种情绪在的 就有可能我通过我服装的款式 或者某一些细节 其实在这一点上面 我是用服装在表达我内心的一种反叛 一种情绪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的客人的那种定位的精准性 其实是非常高的 这款我觉得是我在整个系列里面看到 我觉得结构最神奇的一个 整个面料是你可以看到 它从胸部开始一直到地面 它是一整块面料 然后我就在想它这个是怎么样固定在身上的 嗯 它应该是里面会有一个支撑的一个 像胸衣一样的那种支架 嗯 就你乍看的话你会觉得它的体量跟很大 然后你会觉得它可能是个比较硬的面料 但它其实它是用很柔软的双皱去做成的 这种青铜色的 首先你去观察它小臂上面的袖子 它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堆量的一个褶 如果要出现这么细的一个褶的话 它一定面料不会是那种很硬的 或者是很粗的那种面料 不然它的褶会很大 所以你看它这种细细的褶的话 它就应该是一个比较柔软的面料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胸部那个 被支撑起来的 你也觉得它好像是脱离了地心引力一样那种感觉 但是它又像是一个胸衣 然后你们可以就是去仔细的去放大看 它整个胸部前面 它的位置 它还是沿着一个正常胸衣的扩形去做的 有半片 然后是贴合上面的胸部 下面的话 它整个的材质面料 它是被切成了三块 这样的话 它可以加大整个对面料的那种下摆的量 然后就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像是一个绿色的瀑布一样 有没有 直接就是一泻千里这种感觉 对对对 而且你看它的这一次的配饰 我觉得也是有了一些改变 之前看它的配饰 其实就已经很有特色了 非常超现实 然后它这次的配饰当中 它其实加了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 但它也是那种以不对称的形式去出现 而且它这次在配饰当中 它其实也有吸收意大利的一个雕塑家 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雕塑家 甲克姆地 它会做很多像外星人一样的那种 对 细长细长的那种 对 然后像是那种被捏出来的一样的那种 同样的那种质感 所以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期的配饰上面 你看那些金色的那些组架 那些支架 它也是那种像是手工捏制的一样 手工感很强 对手工感很强 那种工匠的那种感觉很强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它整个的系列的配饰当中 或者它有一些细节当中 它会用一种 近似于是质朴的 那种很朴实的原始的那种东西 或者制作手法 你看上去像是一个 没有经过很精细的去打造的一样的那种配饰 但它实际上它营造出来的效果 你就会觉得它充满了一种原始的力量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 对 上半身你看它是一个超大的一个脖套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脖套 因为它在这个系列当中有很多款式 其实都是这种感觉 它把脖套的比例大大的扩大 然后让它的很长的一面 就变成了一个袖子一样的东西 就它在身上它既是一个装饰 但它同时其实它也是一个半件衣服的那种感觉 相当于它这两个正好它左袖跟右袖 它一半是套在脖子上 对 然后另外一半它是相当于是套在胳膊上 对 是的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材质也是用了锣断和欧根纱组在一起 它会营造出这种很细腻很飘逸 就像是古代的雕塑当中 然后雕出的那种披肩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它在这个系列当中 我们后面也会看到有很多的半裙 而半裙它是一个很深微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你知道它这个深微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吗 就是在我们过去古典的这种紧身胸衣和群称当中 像紧身胸衣它在下腹的位置 它会形成一个尖尖的一个指向 然后有的时代的时候它会很尖很尖 但其实它这个有一个指向的特征 它其实指向的是女性的消息观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性感含义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既遵循了过去古典的这种形制 但是它其实有一些改良 因为它其实外面 它又像是一个普通的成衣半裙有没有 它只是说跟里面的这个紧身胸衣 它做了一个拼接组合 你觉得它又是古典的 但是它其实又是一个很现代的 就这条裙子 你如果不搭配它里面的那个肉色的紧身胸衣 和上面的那些整个大大披肩的话 其实你变成一个 你前面里面搭配一个 你想想一个黑色的针织的一件堆领毛衫 它就非常非常现代了 就完全是变化了 所以它的衣服其实是可以在 现在的这种场合当中去穿的 而且我刚才还有注意到一点 你看它下半身的这个黑色的 这个半身的这个单品 它不是一个裙子 它是一个阔腿裤 就更有意思了 对对对 它是一个阔腿裤 所以其实你看 因为它的阔形很大嘛 你从远处看 你就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古典的 一个裙子 所以我觉得Sky Bagley 它的这个服装 包括现在这个Daniel这个设计师 他在做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特征 就是首先我们会看到 它的阔形 它的阔形 你打眼看上去 它是古典的 但是你再去分拆开 它的每一个细年的单品 然后你会发现 它不论是从工艺的表现方式上面 还是从整个工艺的一些 就款式单品的处理上 它又是很现代的 所以有时候甚至于是未来的 对吧 它的那些失去重量的那种装饰的走势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未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很有魅力的一点 就是它又是属于 它来自于过去 然后它来自于一种古典的精神 但是它好像又通往未来 它又是现代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它的秀是在 现在每一年的高定时装秀当中 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品牌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第七款 这款其实它的颜色 配色真的很精彩 它的上半身的紧身胸衣 它是用那种传统的断面 还有薄纱制成 然后下半身的裙子的话 它其实是青铜色的那种 天鹅绒的鞋味布 它所做成的这种 还是一个很宽松 像裙子一样的阔腿裤 就你看它还是紧身胸衣 阔腿裤 包括它的那个腹部的位置 你看它是一个像是一个打开的衣领 有没有 就是它依然保持了那种古典的 尖尖的形状 但是它又像是一个翻领一样 又像是一个现代的一件 西服的比如说上衣的衬衫啊 或者是这种感觉 所以就很有特色 它有一点像那个裤子的腰带扣 对对对对 但是它是坐在里面的 对你看它那个紧身胸衣上面 那个小小的像是那个拉环一样的 那种小细节 包括它这身造型当中 最点睛的吧 我觉得是它的配饰 它的手腕上的那半张工匠的脸的配饰 然后包括它的脖子上带的一片叶子 这个叶子的话 就是来自于设计师 它自己家中的植物的 真实的样子的一个模型的再造 所以它们在这方面 其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比如说去复原一些这些物体的 它们的整个扩形 或者说它的一个模型 然后再把它变成服装上面的一个配饰 一个装饰 就我觉得用脸去装饰一个物体 或者是建筑表面的话 这个好像是就是欧洲一个传统 就有没有印象当中 很多意大利的那个门廊上面 它是一个那种浮雕一样的脸那样的话 对 那个感觉真的就是很不一样 你就介于你就觉得好像这个地方 它通了灵性了 然后它是介于人和神之间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也是流线型的扩形 又像是那种脸帽衫 然后一个宽宽的袖子的这样的一个西服 然后一个巨大的一个金色的装饰 上面还有一个嘴的一个形状 包括我们看到了 它搭配的下半身的这个宽大的一个裙裤的那种感觉 然后很多很多细节 你看它的那个下摆 它也是手工处理的打毛的这个边界 模特腰上挂的这个装饰链 还有它的手镯上 这个其实都是用木头做的 然后再去加一些金色的漆器 然后让它看上去 是一个装饰的效果 所以它的这个配饰应该是很轻的 你戴上去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很重量 这个模特他在行走的时候非常漂亮 一个纯裸色的一个 有蕾丝和紧身胸衣组合在一起的一件长裙 很性感很古典 它的分割线的那种精妙对吧 然后包括它的胸部的位置和肋骨 它还有流出了一条这种镂空的设计 就是它露出的这个镂空 又像是过去古代战士的胸甲的那个位置 所以有的时候 对你会看到 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女性出来的打造的形象 就是它会给我一种传递一种力量感 而这种力量感像是一种 来自于未来女神战士的那种感觉 对吧 有这种感觉 包括它手上左手拿了一个好像是手 对 对 是的 你记不记得有一幅画 它是出现在意大利西斯廷教堂的一个壁画 它是两只手 然后慢慢地相握在一起 那个就是 好像是上帝点拨了你之后 人类就拥有了智慧 就是现在这是两只手握在一起了 对 模特的手 对对对 所以你看它的那个那些所谓的包包啊或配饰 就是它模特应该这个位置这个角度 它是应该另一个包的嘛 对吧 对对 然后它拎到了一个通往智慧的一个手 这些就都是很神奇的 我觉得看它的东西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你看它的东西你觉得好像你在意大利旅行一样 那种感觉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文化 还有它的那种像是通了神一样 通了电一样那种感觉 包括我们再看下一套就更加通了神 嗯 对 都期望一个 这件真的是决绝子了 这件真的是 对 这一套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品牌标识 那个钥匙孔 这是它的品牌标识 对 非常的清晰 而且关键就是它围绕着这个钥匙孔旁边 那些堆成非常细密的褶皱 然后一直把它拉平 一直和手臂连在一起 就像是一个抹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色的礼服 但是它每一个细节 还有它的每一个拼接 你又会感受到那些惊艳的那种做法 对 非常巧妙 你看它的这个材质 它是一种平纹的针织面料 针织 所以它的手臂的位置 如果是没有弹力的话 也可以抬手臂 它可能是很难去抬起来 但它这件衣服的话 它其实因为面料的原因 所以它其实模特 它是可以正常抬起胳膊的 包括你看 它整个手臂的位置 连到手套 然后它是连成一体的 就我其实一直觉得这种 到手肘部分的那种连体手套 是很有女神感觉的 而且它的那礼服感 非常的强 礼服的氛围感 很多细节 我们仔细看它的那个胸衣 裸色胸衣的部分 它也是用薄纱去罩在胸甲的那个扩形上面 让它有一种薄薄的层次感 包括你看它的耳环 对吧 很现代 然后一个 非常艳丽的颜色 对 一个旋转的一个造型 看上去好像很随意 但是它耳环的这种随意 和这种鲜艳的现代的这种色彩 又和它这么古典的一个礼服裙 又做了一个很强的呼应对比 包括你看它出现在这个系列当中 那个模特 很多模特它会戴的那个头巫 前面它也是有一个那个钥匙孔的形状 对 但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就是《红楼梦》里面 那个刘姥姥 他们都会戴这个 是啊 对对对对 但确实是可能是同一个年代 然后就是只是东西方不同的那种戴法 但确实当时有点有点走神 挺有意思的 我们看下面一套 这个也特别有冲击力啊 它这个一圈一圈的 对 它这个一圈一圈 它是用那个群称 做那个群称上面的鱼骨 它就是这种柔软的一条一条 但它又很有韧性 它等于是保留了群称的这种形式 然后保留了鱼骨 但是那些表面的那种皮肤上的面料 全部去掉 对 它就会有一种半透明的效果 再看它的上衣 它其实像是一个超迷你的 一个短的西服 超迷你的 对 然后你看它的翻领 它是用的天鹅绒的那种翻领 和身上那种有点哑光的那种材质的话 它的这个对比 又像是传统的燕尾服 会用到那种材料的对比 就翻领会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哑光的那种 或者是一个高光的 一个断面的材质和身上的面料 它会有一个像礼服感的 一种材质上的对比 下一款 这个就是把鱼骨给照上面料了 对 然后我们在看这款衣服的时候 最让我惊艳的 其实是它的上身 它的衣服 上衣 对 它的上衣的话 它就是一个超短的一件 看上去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衬衫 对吧 它其实是一个衬衫的改良 但是你看它的衬衫的组件 整个的结构 它胸部的位置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它里面是有一个胸甲的 在一个内衣的模具上面 把面料一层一层一层堆折 然后呢 它再去向上去走 它整个的弧线 一直延展到它两臂的那个位置 对不对 就是它的面料 但凡要软一点 或者它里面没有这个支撑物的话 我们就不会看到 它整个向上走的这个趋势 整个面料全部都是塌起来的 包括呼应的话 裙子上面也是 螺断 去就传统的一些礼服的面料 去做的 然后搭配上身的这种 同样褶皱的这种材质的服装 就我感觉 我也可以从它的服装当中 像比如这个地方 感受到一种浪漫的 那种底色 往下看这款也是很漂亮的 下面真的 对 这个视觉冲击非常强 对 是用一种颜色叫 克莱伊兰 克莱伊兰 对 是 这个颜色好像最早是出现在 1959年的时候 然后你看它 当时设计师他在想 因为他们的一个经典的 配饰的颜色是金色 所以他当时想到说 和另外一个很经典的颜色 它如果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就会呈现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效果 而且它的上半身 其实是用那种 喷绘的那种方式 对吧 喷出来一件衣服 人体彩虹 对 上半身它就是带了一个配饰 下面它这件裙子 它是一个像是打开的 好像是没有封口的 它其实看上去像是一个 但是是缝合的 但它是缝合的 对 它并不是需要你真的用靠手 去给它固定 但你看它整个那个 面料的那个硬挺的 那个扩形 对 它呈现出来的这种质感 它像是没有合口 但它怎么能够 待在身上呢 就是以我们常理来 判断的话 它就是会让你觉得 有一种超限制的感觉 有这种思考 对 就好像是只有女神 身上的衣服才能够 就是它用意念 把它控制到 然后我这个衣服 我就是待在身上 我就是飘在天空中 所以它通过这些东西 这种表现力 其实它完全可以做成 把这个裙子的门裙 合在一起 但那样的话 全部就落地了 它整个人的感觉 就落地 它就不是女神了 然后包括你看那个叶子 我们可以放大 看那个叶子的图片 它上面有一个脸 是一个臂上的人的脸 有一种 很伟大的那种美感 这个感觉就是我对整个意大利的这种印象 就我觉得意大利这个国家 就是给人一种很伟大的美感 就是一种崇尚的美那种感觉 对 我觉得因为他们都很热爱艺术吧 因为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 变成它的艺术和审美 它一直是在一个累积的过程中 然后他们生活的一点点滴滴 都是好像跟艺术是连在一起的 在意大利人的印象当中 这个品牌应该是神一样的存在吧 对对对 这个品牌其实在 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 有着重的有讲过这个品牌 它是相当于在意大利的服装史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同时期有像香奈儿这样的品牌 同时出现 但是斯卡巴拉利 它就是在做高定服装 并且是在服装和艺术方面的一个结合 它又不同于单纯的 像香奈儿做高级成衣这种 它是一个怎么说 在服装史上和服装与艺术相结合 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师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 这个模特 他是设计师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模特 而且他就是最近这几年 在不同的秀当中都会出现 然后我觉得这件衣服呢 有意思在哪呢 你就看它的木质的手 它其实是一个这件衣服上的一个项链 但是呢 因为这个衣服的阔形它非常大 它就像是一个山羊一样有没有 一个巨大的一个山羊 对 然后它的这个项链就像是它一个伸出来的手 像是模特的手一样 对 模特的人类的手变成了木质的这种 其实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未来人类的一个方向 也不一定 就是我们未来可能会有半兽半人 然后半人半机器人 然后半机器人半兽 对吧 谁知道呢 未来会什么样子 这件就也妙了 就如果大家知道有一个画家叫弗洛伊德的话 他的他有更有名的爷爷是弗洛伊德 就是写梦德杰西的那个 他们家出了很多这种精神科分析类的 职业的这种心理分析师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画 就他他在他是个英国的一个画家 但他其实本人出生在柏林 就他的画你会看到 他会展现出一种扭曲过的人的脸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而且他的最有标识性的一点 是他的那些笔触 我们会看到 每一个笔触 他就像是 他很大的一个块组成 然后每一个笔触 每一个面 他就会塑造一个 他身体上的 就是某一个受光面 一个局部的感觉 所以其实也是灵感来自于此 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件 One Piece的练衣裙 就是你看上去是不是挺简单的 但是我们至今都没有完全能想清楚 他的制作方式 虽然他的官网上是这样说 他说他们是先把这些 一个一个的小小的彩色的片 然后把它都绘制出来之后 再把它转移到 这个有弹力之网的这个服装上 但是你们大家 如果你们做衣服的话 你们自己去想想 自己去做一下 看看这么多不同的片 而且它每一片 它是顺着身体的走势 去绘画出来的 你不仅要颜色能对上 同时你还要 这个每一片 它的走势要和身体对上 对 那你看你整个过程 你要怎么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衣服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有技术了 这个 然后再看它旁边 那个拎得很可爱的小包 就是也是品牌 它这一两年 也会推出一些包嘛 和配饰什么的 就是Ski Up的这个包 它的这个包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很明显的 它的标识 是有这个锁眼 钥匙 对 然后呢 同时在这一期上面呢 它在形状没有改变呢 基础之上呢 它用了鳄鱼皮 去做了彩绘的小方块 就它又让你觉得有一种 好像是儿童话的那种 童趣的感觉在里面 这款也是 想到有一个神话 好像是那个白天鹅 黑天鹅里面的那只黑天鹅 就它有点象征的邪恶 但是它就是走过来的时候 一阵妖风 但是又美艳的不行 山羊毛的那个组成 面积的这种形状 整整是一个方形 而且还像一团火 对对对 灰色的火焰 对 是的 雄雄燃烧 所以你看它每一个人物造型 不管是像女神一样 还是像那种 一阵妖风袭来一样的感觉 但它都让人有一种力量的感觉 然后包括它的 它的这个模特 它脖子上面戴的那个大大的项链 就是它也是很有手工感的 然后是物质 用上漆的方式 然后组合在一起的 这样的一个手绘的一个项链 这小裙子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它那种流线型的造型 很经典的 这个比较简洁一点 对 很简洁 然后它的领子的翻褶的部分 也做得非常流畅 整个的翻转 你看上去它又简洁 但它可真的是不简单 然后包括它那种点睛的装饰 腰间的搭扣 然后包括它手上拎的那个装饰 那个看上去又像是一个包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 金属铜质的一个装饰 从正面去看的话 它手拎的那个东西 是一个胸甲 人体胸部的一个局部 真的耶 对 对 这个有点可爱 裙子变得像一个大大的腰风 对 然后又像芭蕾舞裙 对 因为它上面用了那种很细的珠子 一节一节这样排下来 使它非常有那个光泽感 像贝壳似的那种反光的效果 在这个鞋当中 你可以找到那种很简单的珍质开衫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 门巾的闭合方式 就是金色的这种花朵 然后我觉得也是在这件衣服上面 最精彩的可能就是它手臂上的那个装饰了 那个人脸的装饰 然后包括人脸上面依然还有装饰 眉骨的地方打了眉环 然后鼻子上面打了那个鼻环 也可能这个整个的人的侧面 也是这个系列当中的某一个工匠的脸 眉面这一套 这个是做了很多填充的那种扩行 它是用了一万两千个手绘的这种 镜面效果的皮革 然后拼成了这种马赛克的形状 手绘皮革 对 然后它的这个拼彩的 超级重工啊 超级超级重工 你看着就好像挺简单 都没有 没有简单的东西 然后它的这个灵感 也是来自一个雕塑家 Jack Winton 它的有一幅画 它做了很多画都是那种 有镜面效果的马赛克的作品 然后包括你看 它的这个配饰的这种堆积的手法 这么超级大的 金饰 很原始的 那种圆形组成的 脖子上面的那两串圆圆的那个项链 就它的这个东西会让我想到一些 比如说像是佛珠 或者是你知道像那种东西 就它好像有一种隐秘的宗教色彩 对 我想到了就是像埃及 古埃及那种 那种人像啊 他们会戴的 在脖子上会戴那些配饰什么的 因为它体积非常的大 对 像你说的佛珠也是 包括它在下面那层项链 它在柱子上面又有 各自这种装饰 还有它那个巨大的叶片的算是一个胸针吧 然后它装饰在了领子上面 然后你仔细看那个叶子上面 还有眼睛 在叶片上打了很多那种环 你会感觉它的叶子它也有生命 它好像也是一个半植物半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也要装饰 叶子也得美 然后你看模特的耳环 它是一个蜗牛的形状 就是它的这些装饰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看到好像比如说一个复活了的鼻子 然后一个有生命力的眼睛 它可能和一个叶子组合在一起 包括叶片上面也可以看到 品牌的标示的那个小小的钥匙孔 就这些东西你都觉得 每一样东西你打开仔细去看的时候 哇塞你就会觉得 你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有生命力 对 这个可能就是设计师他自己说的 就是他们在这一期当中 要传递出的就是一种来自于设计的力量 工匠的力量 还有手工的力量 其实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这些东西 这件衣服的上衣 也是来自于Elsas Gale by Lely 在他们品牌档案中的一款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件衣服 完全就是用一个像是首饰 把它无限扩大之后 变成了一件上衣的感觉 你们去看它的这些首饰上面的 就是滋滋满满的植物 它的落肩点 它的着力点都没有停止在肩部 就是它并没有停止在一个传统的 一个受力点上 而是沿着肩部继续往上 然后你会觉得它是附着在你的身体的外轮廓外面 而不是依靠你的身体走向去支撑住每一个节点的那种结构 往下又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好像跟整个系列当中 有点出跳的一个感觉有没有 一件衣服 这个突然又有点东方感 有没有 对对对 因为它的扩形 它扩形就让我感觉到 就我觉得有点像日本的那种和服 或者是新娘在结婚的时候 然后他们穿的那种那种衣服的感觉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图案的绘制 你看它有没有 也是有点像那种日本和服的 有一些图案的那种感觉 对 有点像那种渣染的效果 对对对对是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图案其实也是全手绘的 它是用一万多个完全手绘的白色皮革的 那种小的小方块 然后拼凑在一起 然后看到了这种形状 你觉得像是一个印刷之后的效果 但它全部都是手绘的 对 对 然后包括它那个很抽象的那个耳环 荧光粉色 还有这种克莱因蓝 做在一起 还有模特上它整个那种彩色喷绘的 妆容的效果 包括其实我想说在它这个系列当中 其实有一款鞋 我真的觉得日常绝对穿都没有问题 就它现在这个身上穿的这个鞋 包括在这个系列当中还有别的颜色 就你看它前面做的是一个 好像是很基本款的一个鱼嘴鞋有没有 但它那个鱼嘴那个口 像是那种钥匙孔的那个形状 就是你可以一眼看出是这个品牌的鞋 所以我想说你知道有些品牌吧 就是说它在传递一个品牌标识的时候 它是可以用这种层次丰富的表达手法 而不是仅仅的 用logo 打logo 对对对 或者是就是用齐盘格什么的 对 这咱就不说了 这个就不说了 我们再下看下一条 这个算是比较简洁了 对是 但是它在颜色上头的那个渐变的效果 它其实做的非常精致 也是用珠子 排珠 对排珠的效果 做了一个像是那种彩虹渐变的那种 颜色的渐变的效果 然后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连体衣 但其实它是两件 就是两件 上面是一个 是一个分开的一个黑色的衣服 然后你看那个 小上衣 小上衣对 它这个高领的小上衣的话 大家看它左边胸部上面 它做了一个试错觉的一个嵌入进去的一个女性胸部的那种感觉 用胸部的本身去装饰服装也是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特色 然后它用这种很巧妙的涂层的效果 把它做成了有一点点立体浮雕的感觉 等于是在衣服外面 又用胸部用身体本身去装饰了这件衣服的胸部的位置 哇这个简直 这个就是有意思了 这个简有意思了 简直就是像就是那种意大利的海边城市的那个海岸线上面的那个墙 直接走下来一个人的感觉 我懂 我知道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就是肩上的那个飞起来的那个装饰叶片 嗯 就可能从墙头伸出来的一片一个树叉 这个也太写生了吧 就我觉得 就我觉得那个那种小滴滴矮矮的小房子有没有 然后从那个墙围外面钻出来一个芝麻的感觉 这件衣服的话 它其实也是用那种涂了金色漆的那种小小的木块 然后把它连接在一起之后 去附着在一个弹力网上面 得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桃装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看它的腰部的那个装饰 它用一个耳朵 一个圆盘形的上面标刻了一个耳朵 然后去装饰这个肚脐位置 一个像是腰带 对 就包括我们一直存在在这个 品牌当中的它的鞋子 它用浮雕一样的脚面 脚趾的那个装饰 去装饰本身脚 对对对 是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嗯 对 这件它像是一个很有包裹感的一个外套 而且是用了天歌绒的一个渐变 色彩渐变 是的 然后它的这种渐变的感觉 你看它的边缘处 又出现了这种克莱因蓝 它最后从一个棕色 然后到灰色 最后再到克莱因蓝这个颜色 包括在领子翻出来的位置上 它坠的这些装饰 像是那种木头 然后也是木头染色之后 然后包括有一些像是那种盘旋的金属链一样那种感觉 你很少能见到领子的边缘 那装饰会用这么厚重的 这么就是实物的东西去装饰 你说到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手法真的太像就我们专业了 就是戏剧服装造型专业太像了 太抢眼了 我抢眼 远远就能看到了 没错 就我跟大家说一点啊 就是高定这个专业 如果有小伙伴想要学服装设计的话 你们分不清高定这个专业和戏剧造型专业的戏剧服装设计专业的话 有一点很不一样的一点啊 就是高定的话 它的制作时候 它的工艺技术要求会更高 包括很多传统的那种手工艺 你都是要掌握的 然后其次是它的表达上会更细腻 但是戏剧服装的话呢 它其实另外一个走向 就是它需要你所做的这个衣服上面的装饰 或者它的扩型 可以让最后一排的观众都可以看到 因为它的这个戏剧 它不是在 不是仅仅只是在大荧幕当中出现 它是要在剧院剧场当中出现的 所以一个演员 他站在台上的时候 光打在他身上的时候 最后一排的观众至少要能看清楚它的扩型 所以你看为什么他用这么大的一个装饰 而且他其实没有用传统的装饰材料 对吧 最后一排的观众也基本上能看到 它的边缘 它是有花的 它是有装饰的 这款 它其实就也是 对 它是一个闪着金色光芒的 踪踪质感的 一个紧身胸衣 外面它是有一个纱裙 它是一个皱纱 皱纱的话它是比较柔软的 然后它会有那种飘逸的效果 但是为了也是给它出现一些扩型的话 模特转过去的时候 它的整个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晰的鱼骨 包括它里面半透出来的紧身胸衣 一开始我会以为是它里面先做了一个紧身胸衣之后 它这个外面的纱是可以单独拿下来的 但是你看它胸部的位置 其实它的这个纱是转进去 它是从里面出来的 对 它其实是一体的 这套也非常戏剧 其实有一种那种木鸣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身上它挂了很多的装饰 它几乎是一件完全用装饰组成的上衣 我们已经几乎看不到它这个装饰下面里面的是什么 你们可以放大它的这个装饰 你可以能够看到石膏 看到木材 看到水钻 看到金属珠宝 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 而且你去看它的这个装饰 它的装饰又以一种很质朴的 像是那种部落民族 他们的那种质朴的装饰手法 因为它没有去雕刻的很精致 包括红色的珠子上面的手 还有就是像是象牙色的一串长长的 项链对吧 然后它下面是眼睛 还有眼睛和睫毛 对 然后又像是手一样的 它都没有去做的时候很精致 但是它就是让你感受到一种很古朴的 很原始的那种力量感 然后你能够从眼处看到的是大的色块 色块下面的里面再往下走才是装饰 你看它上身 包括它的那个脸上的喷绘啊什么的 它其实都是比较复杂的 但它同时它的裤子上面 是不是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回到现代了 对对对对 有一个平衡感 而且不去抢它上半身的这个 对 注意力这个中心点 所以其实你有的时候 你为了去突出这个东西 你反而要压蛋周边的一切的东西 然后我们看到第27个look 这个也是 它的大身 其实有点像之前出现过的 紧身胸衣家那个 纱的材质的这么这样一个组合 但是它的重点是在它的那个薄套和半只袖子的这么一个单品上面 而且它的面料也做了很多的改良 用了很多像天然球花这种的就是像一片一片的花瓣的那种感觉 它那个里称又是用的克莱因蓝 对 对 所以你看它的整个身上 你在远处看 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它的色彩的组合 整片的90%左右的黑 和10%的克莱因蓝那种跳出来的色彩 就首先你看色彩的这个比例 你想突出一个很亮的颜色 然后你其他压下去的比例 而压下去的比例 它因为占了90%很多嘛 所以它要在这个色彩当中去追求不同的质感 表现这种同样在一个黑当中的万紫千红的黑 不同层次质感的黑 对 所以我们会看到那种立体的花 或者是黑色的平平的那种很飘裕的纱 这个都是会组成一个透与不透之间的一个效果 或者是平与立体之间的一个对比 可以更好的去衬托它领口部分的那个克莱因蓝 再往下的话 其实这个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吗 虽然它这个也是来自于Jack Winton的那个镜面的马赛克的作品 但是我会想到巴塞罗那的建筑 高迪的那个建筑 因为它那个建筑它就是白色的小的 像那种陶瓷块 然后周边是用蓝色就是拼缝把它给区分开来 那种彩色的拼缝或什么的 就这个也会让我想到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这个灵感来源应该就是建筑啊什么的 而且它的这个制作方法 它也是把这些碎片附着在那种弹力的网子上面 然后让它就是可以在模特行走的时候 一个是随着光线的转动 然后不同的折射面 你可以看到镜子 它可以折射出很多的那种光面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它穿上去之后 它在行动的时候其实也是很便利的 它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包裹的很舒服的感觉 往下看的话我想先说 我对这件衣服的一个直观的感觉 我会觉得它像是一个日本娃娃 就它像是那种日本女性在大婚的时候 那种穿的那种 她们穿的那种立起来 对高高的这个衣领的衣服 然后只不过它是这个衣服是被填充过的 就像是羽毛服一样那种效果 而且填充的体积感非常的夸张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会看到它的衣领 它的门巾的那个百度的位置上面 非常明显的很大的笔触的效果 而这些其实也是来自于弗洛伊德 它在伦敦的工作室 它的墙面上面 你知道很多画家它的工作室 其实它有很多东西 调色的那种墙面 或者它试色的那种墙面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绘画都是那种很大笔触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好像是陷入在一片脏脏的那种 抵触当中的工作室 就可以看到像是衣领上面那种感觉 像是一种很记性的遗留下来的色彩 它这件衣服真的就是已经不太看得出来 它的袖子在哪 然后前面的这个它是一个又有点像围巾 对对对 然后像门巾那种鞋搭过来的 然后又对鞋搭过来 然后又你说它是羽绒服也行 就是已经非常模糊了这个 对 这个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单品变出来的这么一个 现在呈现在眼前的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看整个秀的最后一件 刘文身上这个 这个我也非常喜欢 它就像是一个从未来走来的古代的女子战神一样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斜摆的微薄 很像古希腊的那个女神 它身上的那个 对袍子的那个褶皱的方向 然后包括在这个上面它坠满了珍珠 象牙色的珍珠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它制作的这种难度 然后包括它的下摆的这个裙子 它是一个包裹了很好的 它整个的身形的这样的裙子 但是它又是很低腰的这么一个裙摆 在整个裙摆上它又有一个像是用天鹅绒的材质做起来 砰砰的这样的一个腰带 可以把它整个的胯部 就女性很有特征的这个这个维度 然后让它轰托起来 还有包括你看到它在上身的这个坠满珍珠的这件上衣上面 然后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绳垂下来 像是追求某种平衡感对吧 在整个身上当中造成某种平衡感 对包括它的你看它的应该是左边在肩上垂下的这个长长的绳 它的右边带了一个长长的耳环 很有平衡感 就我觉得对在意大利的审美当中 它们会特别去追求一种平衡 就是合乎黄金比例的平衡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这些细节都会渗透在每一个服装上面 我们看到的不管你是绘画的这种构图比例 还是服装上面的造型 其实你知道服装的一个扩形的话 它也是像绘画一样 它要一个奇妙的构图 但是不管你的比例多么奇妙 你一定要达到某种平衡 一个视觉平衡 这样的话你看上去 不管你的扩形多奇妙 其实你都是很舒服的 因为你在比例上面 其实你符合了某种平衡感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设计师 他们是为了要打破那种平衡了 那是另外一种审美的方式 但我们会觉得Skyabelle 它是一个很有着这种传统经典美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其实就是因为它整个的服装的扩形上面 它其实有在追求这种传统的经典比例 虽然它的细节是用一些现代化的表现方式 或者是一种超现实的表达方式 但是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先看到它的扩形 它的色彩 就你还是会觉得它其实好像是有古典气质的那种感觉 整整30款了 就是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 但是在最后的时候 我就想分享给大家一句话 其实这也是设计师 他自己 他写在他的品牌笔记当中的一句话 也是他摘录的一句话 他就说 每个灵魂都会为自己建造一座房子 在它的房子之外是一个世界 超越它的世界是天堂 那么要知道 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 因此建立你自己的世界 感谢观看